強硬磁鐵會吸不到 所以我們為了讓強硬磁鐵的磁力 磁力可以夠吸起來 所以我們要把其中一邊把它墊高 大家應該看得到 這一塊強硬磁鐵是有被墊高過的 那為什麼要墊高? 它墊的高度其實就跟書本的厚度是一樣的 剛好可以讓它關起來 吸起來的時候這樣 然後就把揮動材關關掉 壓到它 所以這高度是算得剛剛好 那假設我們學校朋友 沒有沒切機可以去切一個壓克力塊的話 那個壓克力塊其實 它長得像這樣 它是好像1.2公分厚的壓克力板 那這種壓克力板 A3大小就要好像600塊 很貴吧 A3大小 就是兩張A4那600塊 因為壓克力板的厚度 跟它的價格是不成正比的 它是有點就是 很必數裂這樣對對型成長這樣 所以就是那個其實還蠻貴的 那假設我們不想要用壓克力塊的話 就像我剛開始的時候這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就隨便找一個開門塊 然後給它鑽一個 鑽一個比強力磁鐵還要稍微小一點點的重 然後硬把強力磁鐵敲進去 它其實就不會掉出來了 那它也有電動功能 然後又便宜 鑽床又隨時都找得到這樣 所以這樣子也是蠻OK的 又便宜 又不用動用到 沒切 這樣子 所以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其他的材料是算好準備 但是這個用木塊的話 一定是沒有入體的 好